警方趕到了這一處火雞肉飯店 對坐在餐桌前的民眾拍打呼叫 獨自坐在座椅上的用餐民眾 張著眼手舉著筷子 面對眾人的呼叫完全沒有反應 就在呼叫過程之際 眾人無忌可施 警方突然想到透過人臉辨識系統 將男子的手機解鎖之後 聯絡到家屬 而前來救援的救護員 也將他送上救護車準備就醫 這起救護案件是發生在臺中南豚的一處火雞肉飯店裡頭 店家最先發現常來用餐的客人 出現了這樣的異狀 趕緊通報警銷來協助 而這名男子送醫之後清醒過來 對包括身體定格 將住的過程以及掀起了一切情節 毫無所惜 推測懷疑是低血糖 引起這樣的症狀